民国101年2月24号 当年桃园县府在儿十二儿童游乐场 举行中立市立托儿所高铁所动土典礼 特别的是 这是全桃园首座为幼童量身打造的城堡市公立托儿所 要带给民众更好的托育服务及环境 当年中立市长也表示 中立有不少市立托儿所建筑过于老旧 还有部分属于私人产权 要申请托儿所合法立案登记相当有难度 因此高铁托儿所可作为未来改善的参考依据 它也是要取代原来的三个所 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个诱托整合的方案 而且有一个很清楚的规范 我们希望政府带头做一个合法安全的幼儿园 然后让小孩子能够在此受一个比较安全又舒适的一个教育 托儿所非常非常的精致 专门为小朋友来打造 不光是一个环保生态的教育园区 我相信未来在我们青浦高铁A19站旁边 绝对能够打造出来一个全国最优质的公立托儿所 就在高铁所 当年桃园县府规划中立市立托儿所高铁所 占地983公尺 工程总经费约4200万元 以儿童城堡为异象 设有风力及太阳能发电系统等多元学习环境 让来就读的孩子能无忧无虑地 遨游在充满创意的城堡事件中 记者综合报导